这段时间惹来争议的 还有前高雄典狱长陈世智 他遭到罚关之后 惊天现身 好看起来呢 他眼神不悦 因为大家问他 是不是外界已经觉得 他从英雄变狗熊了呢 陈世智回应 他说自己没有外界 讲得那么不堪 但是对于之前爆出的 所谓第七穷 其实是受刑人柯文芳 雄俭高度怀疑有内神通外鬼 对此陈世智不愿多谈 神隐多天 大辽监狱典狱长陈世智 终于现身 不知道 还没有跟我通知 谢谢 陈世智穿着轻便运动服 看见媒体立刻冲进宿舍 他一度换车回家 被媒体抓包 不愿下车 外界质疑囚犯不止六名 陈世智态度保守 不愿多谈 原来第七求是 绰号黑狗的柯文芳 他案秦一鸣在监狱早有嫌隙 所以郑利德等人 一度打算逼他来谈判 但被两名科员拒绝 外界质疑 当时典狱长是不是向六囚犯妥协 陈世智隔了三十分钟 才和六囚犯碰面 却马上被持枪挟持 还差点被囚犯越狱成功 管理上到底出了什么漏洞 把我打成这个 说谎典异章 果雄典异章 打趴的典异章 意义在哪里 那事实上我没有那么不堪 现在检掉查阅六名囚犯 箱前回科记录 和特定人事账户 截囚案内幕疑点重重 恐怕如雪球般 越滚越大 记者成为军王玉成 高手报道